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卓网络编程系列课程 我是主角老师布鲁 通过上一条的学习 我们了解了一些其他网络相关的技术 而我们本节课是我们整个系列课程视频的最后一讲 来给大家好好总结一下 通过我们本期的视频 我们到底学会并且掌握了一些什么知识呢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思维导图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们的课程总结的思维导图 和我们的课程建设的思维导图 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但实际上肯定是有所区别 首先其实我们先学习了HVIR Connection 并且学会了如何使用HVIR Connection 来实现一个Gate请求 如何使用HVIR Connection 来实现一个Post请求 并且在讲解这两个请求的时候 我们通过浏览器捕捉的形式 给大家好好解析了我们的HVIR请求头 和响应头相应的知识 然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也就是使用我们的HVIR Connection 来实现一个文件上传 我在讲解的时候也跟大家强调过 文件上传这个功能 在我们实际开发过程当中非常普遍 并且广大的开发者 他们已经习惯使用框架 来实现这部分功能 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们 很多人他们都不知道 基本原理到底应该怎样来实现 但实际上这对开发者来说其实是不好的 所以说我是希望大家通过学习这一讲 然后能知道它的根本原理是它的代码 到底是如何一步一步来实现一个文件上传的 希望大家能够得到真正的一些知识 好当我们讲解完了HVIR Connection以后 我们就进入了我们的HVD Client相关的一些学习 这是我们的Apaq提供的HVD Client这个模块 已经分为了HVD Get和HVD Post 在讲解这两个请求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Apaq封装的比较好 所以它的调用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给大家穿插讲解的我们的Get请求 和我们的Post请求到底有什么区别 同时当我们完成了这两个模块的学习以后 给大家补充了一个我们的OKHVP 因为这是当前非常流行的一种技术 解决了我们很多弱网络或者插网的环境下的一种网络请求 并且我给大家介绍了 连我们的Facebook如此优秀的公司都会去使用它 以及我们的谷歌公司在4.4以后 在圆满当中已经用OKHVP替换了我们的HVIR Connection的实现 从而坚定的我们要学好并且掌握我们OKHV的相关的知识 当我们完成了左边这些所有的请求学习以后 那么我们请求返回的数据应该如何来解析呢 所以说我们又学会了如何来解析返回的数据 而我们常见的返回的数据主要有两个数据格式 一种是接上数据格式 一种是XML的数据格式 那两种格式都通过详细的代码给大家讲解了 如何来一步一步的解析它 当我们完成数据的解析以后 基本上也就完成了我们的HV协议相关的所有的部分 这4个模块 但是我们的网络编程除了我们的HV协议相关的知识 我们还有TCP IP协议相关的一些知识 所以又给大家重点讲解了我们的socket 而我们的socket在讲解的时候 给大家深度解析了我们socket 我们的TCP IP以及我们的HVP这三者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他们又是怎样联系起来的 而我们的socket主要分为了三个部分的介绍 一个是客户端socket 叫大家连接一个客户端socket 以及去输入和输出一些简单的数据 而我们的服务器socket也就是起了一个服务器 来等着我们浏览器作为一个客户端来连接 以及最后的我们socket之间的通信 我们创建了两个应用程序 一个是我们的serversocket 一个是我们的clientsocket 完成了两者之间的跨应用程序之间的通信 然后本来计划是要给大家讲解我们的网络框架 窝里相关的一些知识 但是经过我们几位老师的研究思考的话 这些网络框架相关的课程 暂时从我们的本系列课程当中移除 我们本系列课程就专注讲解我们的安卓网络变成相关的一些基础知识 而我们的网络框架相应的课程会集合一些其他的框架 把我们的所有的框架课程合在一起 形成一套我们的精品的一些进阶课程 我们会在后面的时候推出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在后期关注学习 所以说窝里这一块的话我们并没有讲解 最终我们再给大家补充了一些其他的网络相关技术 主要就是四个方面 一个是我们的微微微空间 一个是我们的微博service 这种微博服务和我们消息推送如何来实现 以及当下最时髦的跨平台开发技术 风干部如何来实现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到这里为止 我们本系列课程也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 也希望大家通过学习本系列课程 能够真正学到知识并且掌握 安卓网络变成相应的一些技能 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工作当中 一切顺利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见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